那么先前 谜的人更多了 更普遍了 为什么 这个世界没有人真正在修佛法 佛门弟子不少啊 真正如法修学的人 不多 什么叫真正如法修学 张家大师说的这一句话 是个标准 看破方向 就是真修 看不破放不下 是假的 不是真的 看破不能放下 放下不能看破 都不是真修 学佛的同学想清净一个善知识 善知识到哪里头 找不到 善知识在面前 当命凑苦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智诚心生不起来 恭敬心生不起来 啊 为什么 自己的业障 自己的业障 习气 在这儿 天天拜佛 对佛没有 至尘性 没有 没有 恭敬心 如果真正 由至尘 恭敬 他拜三年佛 决定的拯救 啊 第一行老和尚的 那个做咕嚕将的徒弟 就是宁三年佛 拜二三年佛 欲止时止 站着往上 没有丝毫病苦 走得干净利落